大家好,我是顾俊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买A6300之前 你可能会想知道的是 那这A6300我也使用了已经有两个月了吧 应该有整整两个月了 然后在这使用当中呢 我发现了它的一些优点 发现了它的一些缺点 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买之前我就知道的 但有一些东西呢是我通过这两个月的使用 我才慢慢发现的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说一下优点吧 在这个价位上 如果因为每个地方售价不一样 我这里售价可能比中国要略微贵一点 但是呢即使是以我这里售价 大概8000块人民币的价格来说呢 在这个价位上我感觉也买不到 比它更好的全能相机了 又能拍照又能拍视频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为什么老是提它的视频功能 而不提它的拍照功能 因为是这样 它的视频功能呢 跟同价位甚至于价格比它高出一倍的 机器的领先的这个优势啊 是有很明显很明显的优势的 那对于拍照来说呢 不是说它的拍照很糟糕 也不是说它的拍照不好 它的拍照甚至于应该算是挺好的 但是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APS-C的相机 所以它的拍照相对全幅来说呢 就没有什么优势 甚至于说 如果在广角端的话 其实是占有劣势的 当然你说长焦端 APS-C一般在长焦端 能赚取一些更远的距离 那对于拍照来说呢 因为像现在A722或者5DSR这样 都有很高的像素了 所以即使不是APS-C这样子 可以赚取长焦 那剪裁以后 只要它的这个全幅相机的这个像素足够高 那剪裁以后 其实跟A6300的画质上面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有些情况下呢 甚至会比剪裁之后还是比它画质更好 所以作为两千多万像素的相机来说呢 它跟全幅相机比 尤其是跟它价位相接近的全幅相机比 其实它并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但是跟APS-C的相机比呢 它其实的画质是一点都不落后于其他APS-C的相机的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平时拍照使用的都是全画幅的相机 所以A6300这样一台相机呢 所以拍照来说 我不太会选择它 尤其是我如果想要买台新的相机 作为拍照的相机 我不会选择它 但是它的优势在于 它又能拍照又能拍视频 而且虽然它是一台微单的相机 但对我来说 它的视频功能呢 要比它的拍照功能 其实更来的有诱惑力一些 这就为什么我老师不太提到它拍照 不是说它拍照不好 它的拍照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初级用户 或者是中级用户 甚至于发烧友都可以满足 那你要说我拿这个相机拍照可以吗 完全可以 即使是收费的那些拍摄任务 它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只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更倾向于使用全画幅的相机 这样你不需要转换那个等效焦距 这样子 然后有更浅的景深 话说回来 但是对于视频来说呢 其实我们拍视频的时候 至少我个人的习惯来说 拍视频的时候 完全不需要全画幅相机 对于我来说 APS-C是刚刚好的 因为它的景深不是特别浅 甚至于你APS-C用相同的镜头 它可以有更深的景深 对于拍视频来说 有时候太浅的景深 如果有尤其是会有一些移动 会有一些变化的情况下 太浅的景深反而是一个问题 那全画幅对我来说 那不是说不好 但是并不是必要的 所以APS-C作为一个拍视频的相机来说 对我来说是刚刚好 所以A722我大部分情况下拍视频的时候 我也使用APS-C模式 那当然APS-C22因为它全画幅模式 画质拍视频的时候 画质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台APS-C的视频相机 但拍照的时候当然用全画幅了 如果你需要考虑到全画幅的视频相机的话 可能你要看A7S或者A7S2了 所以这台是个APS-C的视频相机 但对我来说它的APS-C不是缺点 反而是相对来说是优点 对我来说 好说完了它的优点 再说一下它的画质 它的画质是我见过的所有相机里面最好的 就是它的4K画质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锐 然后它又有S-Log3 然后又有各种Focus Picking Zebra 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有 非常非常的画质上面 最后结果让我非常非常满意 非常非常的棒 尤其对于这个价格来说 如果你想要或者更好的画质 或者是更多的功能 可能你需要付出的价格不是一倍两倍的问题 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台非常非常好 非常有性价比的相机 视频相机尤其是 好说完了它的优点 我们说一下它的一些让我感觉到非常困扰的小问题 有一些不是小问题 有一些是大问题 OK 第一个过热 像现在这样的太阳情况下 因为我这里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我现在大概只有13 4度吧 外面 你看我穿这么少 其实很冷 冷得我脑子都有一点转不过来 OK 在这样的太阳下面呢 问题不是特别太不是太大 但是像我之前刚买的时候测试的一样 我在20 23度的 中午的太阳情况下 拍了二十几分钟它就会过热 然后我之后又有几次拍摄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情况 不是特别热 但是是在太阳下直射 太阳直射的情况下呢 二十来分钟基本上就是它的极限了 那它关机以后 大概要到三到五分钟才能再开 如果是太短时间内 把它又打开的话 很容易又过热 三五分钟之后 两三分钟之后又要过热 所以这是它的问题 我希望有固件能把它更新 但目前应该还没有 除非是我不知道 但应该目前还没有固件来更新它 第二个就是果冻 就像我之前测试的一样 但我之前测试的时候呢 我是使用长焦镜头测试的 所以果冻就特别明显 但在实际使用当中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些广角 进行一些移动的话 它的果冻没有那么的夸张 是有的是蛮明显的 但是没有那么的夸张 是属于比我之前测试的时候 是略好一些 然后如果你用软件进行一些 后期制作的话呢 它的果冻又能进一步的降低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还是有的 但是并没有那么的不可接受 除非你是长时间 你要使用长焦 在上面进行一些移动 那可能你需要 你可能需要买 FS5 FS7之类的真正视频用的相机 才能缓解这些问题了 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 用微单或者是单反 录视频存在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要说呢 就是它 我之前提过的 它没有耳机接口 不要搞错 它是没有耳机接口 但它有麦克风接口 我之前录的所有视频 除了这个视频 我之前所有录的视频 都是用A6300录的 只是它没有耳机接口 它是有麦克风接口的 没有耳机接口的问题 就是说你不太能 实时的监听你的音频 所以你最好看一下屏幕 或者是之前先试一下 这个样子 然后再保证 就是之后录的音量 不会差距太多 你没有办法实时监听 好 没有防抖 这个我之前已经提过好几次了 防抖可能在下一代会有 蛮令人觉得不爽的 这几个问题呢 是我之前经常提到 那实际使用当中 我又碰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对我来说也蛮严重的 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大家看这里的按键啊 都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塑料 然后我的手 绝对是正常人的手 绝对没有比正常人的手 更大一点 手指不好 不方便 不灵活这样的 我的手按上去无数次 我会误操作 我不管是要按中间的这个键 会拨到边上的拨盘 还是我按拨盘的时候 会按到边上的键 或者中间的键 各种误按 这个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好多时候 你如果你不是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这个屏幕上的 这些参数的话 你误按了以后 你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你之后就发现 那个画面就完全没法用 非常非常让我困扰 所以我现在每次走到那边 我按完这各种键 因为你知道 索尼的这些东西 好多时候 你要按好多个键 才能进到一个功能里面 所以按完那个键以后 我每次都要神经质的 就要非常确认 这个各项参数没有改变 然后就确保我的画面能用 这一点对我来说 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像之前有一些相机 别人都会说 这个按键会容易误按误碰 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台相机上 我的问题非常严重 你很容易就误操作到一些按键 滑到了这里 碰到了那里 按到了这里 所以就这个问题 一定要用起来要非常小心 除非你 你拍照的话还好 但是拍视频的话 有时候你按完了以后 你自己其实并不会意识到 这个参数已经改动了 所以这是个设计上的问题 第二个 也是个设计上的问题 它的这个装镜头 这个卡口 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的往下 非常非常往下 大家现在看我用的转接环 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实际使用当中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它的这个装镜头的接口 非常非常往下 它下面就一点距离没有 如果你的镜头是 是大概全画幅的镜头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镜头 都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的2470 在这个A6300 A2470 F4 F1卡口的全画幅镜头 在A6300上面 有很严重的问题 你装上去以后 它下面会凸起 然后你的快装板 就没有办法很平的放在下面 它它下面会凸起来 它的镜头的下面 会比它的机身的下面 更往下一点 所以你的快装板 没有办法平着放上去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困扰 就是因为如果你拿它 用来录视频的话 好多时候你要装在三脚架 或者装在你的稳定器 或者装在你的滑轨上面 所以快装板是基本上是必须的 你快装板基本上一直是放在上面的 但是它快装板是斜的 然后各种操作不方便 各种安装不方便 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问题 怎么会没有想到设计的时候 这个非常容易解决的 因为A7R就没有这个问题 下面就有多出来一块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 可能会让机身更小吧 但是设计的时候明显应该能知道 就是说你要留点距离 让更大的镜头 或者你把所有镜头都设计得很小 或者你把这个机身下面留点空间 让而且2470这个镜头 2470F4这个镜头 绝对不算镜头里面大的 应该算镜头里面很小的镜头 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不知道 就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影响使用感受的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另外一个是它的电池问题 电池就是跟所有的A7系列一样 它的电池也是小小的那种电池 那耗电量当然耗电很快 然后使用时间很短 但最大的问题是 A7系列都附带两块电池 然后A6300只有带一块电池 所以你基本上你要花再花几百块 多买一块电池或者两块电池 所以电池不便宜 然后它只带一块 再一个是它的1080P画质呢 没有4K的画质那么好 所以如果你输出 想输出1080P的话 可能大部分情况下 你还是要选择拍摄4K 然后你在电脑上把它 downscale到1080P输出 那1080P的画质不能说是不好 但是因为它的4K画质 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你使用1080P录这个视频 就有点失去了它的意义 当然如果除非你要拍慢动作 你当然用1080P 它的1080P慢动作 可以达到惊人的100或者120fps 就非常的慢 所以就在这个价位上 你找不到任何一台相机 跟它一样 但如果你录的不是慢动作的话 推荐你还是录4K的 然后在后期的时候 把它downscale到1080P 这样子它的画质会好非常多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呢 应该就没有了 总体来说 虽然我讲了这么多问题 但我讲问题 讲这些问题 主要是为了让大家买之前 就对这个相机的期待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跟正确期待吧 因为我不想 好多人买器材的时候 他会看到好多文章 说这个器材怎么样怎么好 怎么无敌 但是老实说 大部分我搜索到的文章 也不是大部分 有一些吧 不是那么的公正客观 所以有时候买回来的东西 跟你期待的东西 其实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的最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说 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正确的期待 我不是说它不好 它非常好 我像我前面说 它就是在这个价位上 你能买到的最好的视频相机 也是有可能是最全能的相机了 所以不管是拍照拍视频 都可以使用它 好 然后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 我的微博叫悉尼顾俊 然后可以在下面跟我讨论 你要知道的一些话题 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评论 点赞 转发 好 谢谢大家 拜拜